说起来挺搞笑的 我妹妹回国的消息 我是从我男朋友口中知道的 欧天和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兴致勃勃地收拾行李 打算和她去看富士山 她话出口 我叠衣服的手一顿 所以呢 我问她 欧天皱了皱眉 手上的烟头会暗不明 西西刚回来 工作什么的都需要人安排 富士山 我们晚点去吧 尽管早已经猜到了答案 但欧天的话 还是让我内心泛起了丝丝苦涩 一句话掐灭了 我筹备了一年的富士山之旅 可是 她回来了 有我爸妈呀 你也知道我筹化了一年了 我小声地说着这些苍白无力的字眼 盼望着她能回心转意 欧天烦躁地掐灭手中的烟头 我又不是不陪你去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关门声 欧天走了 我力竭地瘫软在地 原来真的有人只要出现一下 就能让另一个人所有的努力都复之一句啊 下午的时候 我妈打电话让我晚上回家吃饭 我跟我妈不亲近 虽然住在一个城市 不过回家的次数趋值可数 现在夏夕回来了 可能是想让我见夏夕吧 所以 尽管不想去 我还是同意了 可出乎意料的 我到家之后只有我妈一个人 桌子上摆着一大桌子的菜 我妈看到我难得地露出了和煦的笑意 甚至还给我加了一个可乐鸡翅 妈记得你最喜欢吃可乐鸡翅了 快尝尝 我脸上挂着笑 用力地压下内心的苦涩 喜欢吃可乐鸡翅从来都不是我 是夏夕 不过印象里 这是我妈第一次给我夹菜 尽管她记错了 尽管我讨厌吃可乐鸡翅 可我还是夹起来送到了嘴里 我妈满意地笑了 楠楠 熙熙回来了 我夹菜的筷子一顿 我知道 欧天和我说过了 提到欧天 我妈的眼神有些闪烁 楠楠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的 现在熙熙回来了 妈 预感到我妈接下来说的话 我抬高音量打断了她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 妈 可是当初熙熙一走了之 欧天最痛苦的时候 陪着她的是我 辛辛苦苦陪着她创业的 也是我呀 妈 可是 欧天喜欢的是熙熙呀 我妈顿了顿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你和熙熙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欧天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不想看着你们三个都痛苦 我闭闭眼睛 把即将溢出的眼泪生生地压了回去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退出 成全他们 我一个人痛苦 是吗 我妈善善地说 你也很优秀 以后会遇到更好的 妈 我嗓子哽咽 我很想问问你 如果欧天现在没有创业成功 还和当初一样穷困潦倒 你还会让我成全他们吗 我妈的心思被我明晃晃地说出来 有些脑袋怒视着我 你什么意思 我苍凉一笑 字面意思 当初你不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不就是因为欧天穷 你怕兮兮吃苦吗 可如果吃苦地换成我 那就无所谓了 现在 欧天事业有成 你又想打着真爱的幌子 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至于陪欧天吃了这么久苦的我 还是无所谓 妈 您的算盘打得真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妈一个耳光打在脸上 我妈抖着食指指着我 西西就不会像你这么不听话 我捂着迅速红肿的脸颊 苍凉一笑 是啊 可是 你试试为她精打细算 她又怎么会不听你的话 我妈张了张嘴 却终究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我断了最后一点念想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欧天回来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东西 欧天按下我的手 干什么 我故作轻松一笑 干什么 当然是收拾东西 给你和西西疼地方了 欧天皱着眉 把我行李箱合上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 我从来没想过分手 欧天 我给小刘打了电话 你已经三天没去公司了 这三天 你都是在陪着西西吧 欧天的小拇指动了动 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 我太过了解欧天 这说明被我猜中了 欧天 别再恶心我了 一边试试为西西鞠躬尽瘁 一边再说着不想和我分手 你真的挺让我恶心的 一瞬间 欧天面目苍白 房子是你买的 公司一人一半 没什么好分割 纠缠不清的 我们分手吧 是我不要你了 说完之后 我提起行李箱就要走 欧天抓住了我的胳膊 沉默了许久 最后吐出来一句 你确定了吗 我轻笑 把欧天的手 从我胳膊上甩下来 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门的我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竟然没有想象中的 撕心裂肺 反正感觉轻松了很多 我麻溜果断地卖了 和欧天公司的股份 买了商务航班 去了我一直想去的富士山 在接到我妈的电话 是一个星期后 我妈的语气 似乎有些隐忍待发的样子 南南 我听说你把股份 卖给了欧天的竞争公司 我想了想 回答 好像是的 我话音刚落 对面就是我妈苛刻的指责 我听西西说 现在欧天在公司的话语权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你这么做 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有没有考虑过 西西和欧天的以后 尽管已经对我妈绝望了 但是她的话 还是让我心里有 思思顿痛 我和欧天分手这么久 您不问我去了哪 给我打电话的第一件事 就是指责我 谁给我的钱最多 我就把股份卖给谁 至于您的女儿 她一回来就抢了我的男朋友 她都没有为我考虑 我为什么要为她考虑 电话那头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 才开口 那可是你妹妹呀 我深吸一口气 感觉和我妈说 什么都是对牛弹琴 直接把电话挂了 我妈再打过来 我直接拉黑了 富士山玩得很开心 当然 如果欧天不给我打电话的话 我会更开心 接到欧天电话的那一刻 我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好像 欧天已经在我生命中消失很久了 南南 你在听吗 欧天在电话那头 试探性地问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再听 你说 我要和西西结婚了 抱歉 不想这么快的 但是这么多年 我们不想再错过了 哦 新婚快乐 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电话那头的欧天 反而有些急促 南南 你不想说些什么吗 如果你不想 我可以 欧天 我打断了欧天的话 我不知道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给我打的这个电话 如果只是通知我 那你通知到了 当然 如果是为了恶心我 那么恭喜你 你也恶心到了 挂完电话以后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不是说对欧天 还有感觉 只是感觉很不甘心 孤注一掷的奋勇 到头来 什么都不算 我从来没感觉 自己会这么差 欧天打扰了 我整个玩的心思 我收拾东西 订了回程的航班 刚出机场 就有一个陌生的号码 打了过来 姐姐 对面是欢快雀跃的女生 是夏希 姐姐 我看欧哥哥的手机上 有你的航班 我们见一面吧 欧天的手机上 对 我携成有绑欧天的手机号 忘了结绑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收紧 没必要吧 我等会还有事 姐姐 见一面吧 对面夏希的声音 依然很欢快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说 最后 我松了口 和夏希 约好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夏希这么多年 真的一点都没变 笑容一如既往的甜美 姐姐 这里 夏希朝我挥手 我深吸一口气 坐到夏希对面 尽量使自己无波无览 怎么了 有什么事 说吧 夏希歪着头 乖巧的样子 像个林家妹妹 我没事不能找你了吗 我猝了猝眉头 夏希 这里没有别人 你不用装 收起你那人畜无害的样子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姐姐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夏希扁了扁嘴 显得很可怜 我揉了揉眉心 夏希 如果你今天是来装模作样的 真的大可不必 毕竟我们两个对彼此了如指掌 夏希咯咯地笑着 了如指掌 姐姐 你确定吗 你说的了如指掌 不过是我在家摔坏了盘子 跟妈说是你摔坏的 或者偷偷把你作业撕了 让你被老师被妈妈骂 又或者 让全校人孤立霸凌你 说到孤立霸凌 我一直无波无澜的表情有了裂痕 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每天去学校桌子里都是死老鼠 或者各种垃圾 上个厕所 也会被人反锁在厕所 还会有人把我头摁在马桶里 所有人都喊我恶毒的女人 我真的不明白我怎么恶毒了 我试着和别人辩解 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是我妹妹传播指使的 她凭借着甜美可人的长相 人畜无害的外貌 让所有人都相信了她 而相信她的人 打着热血正义的幌子 做尽了伤害我的事 我刚知道真相的时候 撕心裂肺地问她为什么 结果声音太大 引来了妈妈 夏希缩在床上 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对妈妈说 妈妈 姐姐为什么要欺负我 很拙劣地演技 但是妈妈信了 妈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回忆涌上心头 我在桌子底下的拳头 狠狠握紧 夏希满意地看着我的表情 姐姐 这就受不了了 如果我告诉你 你高三那年 那三个男人 也是我指使的 你会怎么样 我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夏希 回忆深处最深的伤疤被揭开 是夏希指使的 怎么可能 那是社会上的人啊 那是我 最不堪回首的一幕 高三的时候 老师们自发地为 我们尖字声补课 每次课程结束 都到晚上八九点了 别的人都是三五成群 作伴回家 而我 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那是种下的一个黑夜 我路过巷子时 迎面走来了三个酒气熏天的男人 我拔腿想跑 但是我一个女生 怎么可能跑得过三个男人 最后 我还是落到了他们手里 此后一个小时里 我知道了什么是人间地狱 可是 不应该啊 夏希怎么可能有能力 去指使三个成年人 而且 当时他们明明说的 只是酒后乱性啊 不可能啊 痘大的泪珠从我脸上滴落 我瞪大眼睛看着夏希 喃喃地说 不可能啊 夏希依旧笑得很甜美 纤细的手指头 轻轻敲着桌面 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讨厌别人抢我的焦点 从小到大 你成绩都比我好 别人总喜欢拿咱们两个比较 你永远是被夸奖的一个 而我 永远是被奚落的一个 可能是极度心作祟吧 高中的时候 我鼓动别人霸凌你 可即便这样了 你在家里还是处处被别人夸奖 那天其实也是偶然 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 说到这里 夏希脸上笑得更开心了 说是偶然 其实也不是 我不过是故意把那三个酒鬼 往你经常走的那条小巷引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你真的正好就在 更不知道 他们真的会受性大发 我赤红着眼睛 不敢相信 把我推入深渊的 就是我的亲妹妹 这一刻 理智早就已经消失殆尽 我抓起桌子上的玻璃杯 狠狠地向夏希砸去 发了狠地用尽全部力气 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向夏希砸去 可是守在半空中 却被另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 是欧天 欧天看我的表情 很复杂 好像是有愤怒 有惊喜 总之不管表情多么错综复杂 我还是被他狠狠地甩在了地上 夏希跑进他怀里 抱着他哭得梨花带雨 欧哥哥 我不过是想邀请姐姐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 我爹坐在地上 笑得很癫狂 欧天推开夏希 想去拉我 被我狠狠地甩开了 你知道吗 我对着欧天开口 你曾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光 欧天愣在原地 呆若目击地看着我 而夏希看到欧天的样子 眼神里更是充满不解 怨毒地看着我 我没有再理会两个人 抓着包从咖啡厅回到了我的出租屋里 刚关上门 我就靠着门缓缓地滑落在地上 我紧握双拳 指甲深深地嵌在我的手心里 是夏希 竟然全是夏希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试图平静一下心情 而包里的手机一直在响 等欧天打到第三十个的时候 我才缓缓地摁了接听键 电话中传来欧天焦急的声音 南南 你怎么样了 我很担心 我哽咽着打断了欧天的话 欧天 今天是我太冲动了 只要你幸福 我无所谓的 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欧天再打过来 我就直接关机 我擦掉脸上的泪水 看着刚才接过欧天电话的手机 满满的嫌弃 刚才在咖啡厅的 我确实失去理智了 可在欧天抓住我的手 把我推倒在地的时候 巨大的冲击力 使我的理智瞬间回笼了 高中的事情 距离现在太过久远了 即便我知道了真相 所有的证据 也都已经找寻不到了 报警肯定是没用的 而如果我和别人说 不仅没有人会相信 还会再一次 把我的伤疤臂 赤裸裸地展示在众人面前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夏希正式算准了 我报警没用 和别人说也没人相信 才敢这么有恃无恐地挑衅我 可是 夏希啊夏希 你真的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受了委屈 只会往肚子里咽的我吗 这么多年 陪着欧天进银商场 我早就已经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如果今天你没有和我说这件事 我可能会把你们当温神一样 敬而远之 不过既然你说了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报复你 不死不休 至死方休 我迅速地捋了捋思路 夏希今天说这些话 一定是为了故意激怒我 想让我对他动手 而欧天应该是夏希卡着点叫来的 夏希之所以这么做 应该是因为欧天对我动情了 他想靠这种方式破坏我在欧天心里的形象 不过 为了这么低智商的一个桥段 夏希竟然把高中时期的惊天大秘密告诉我了 真不知道 我高中怎么会被这么蠢的人耍得团团转 对付夏希这么一个占有欲和极度心都极其强的女人 最好报复她的方法 就是把她所在乎的从她身边夺走 夏希在乎的无非是我妈和欧天 我妈 我已经放弃了 从小到大 在她眼里心里 夏希都比我重要得多 所以 现在能报复夏希 并且最让夏希崩溃的方式 就是把欧天从她身边夺走 尽管对欧天的感情已经从爱变成了恶心 可我还是对欧天欲据还迎 毕竟我太过了解欧天 在欧天眼里 失去的和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我和欧天当断不断 暧昧不清的态度引来了夏希极大的不满 我和欧天说 虽然我一气之下把公司的股份卖出去了 可是我手里还有很多客户的资料 我借着这个理由 频繁地约欧天出来 欧天本来就对我难舍难分的 所以每次出来都很爽快 而欧天每次和我出来 我都会给夏希发短信告诉他 一开始夏希还能勉强装大度 可随着我和欧天会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夏希再也伪装不下去了 在一个咖啡厅里 夏希砸了我的电脑 歇斯底里地控诉着我 抢了他的男朋友 甚至几次三番地想扑上来打我 不过都被欧天拦住了 周围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夏希突然一改猙獰的面目 开始楚楚可怜地对着我 你是我亲姐姐啊 这世界上男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非要抢我未婚夫 我们快要结婚了呀 夏希话一出口 本来还对他指指点点的旁观者 立马又把矛头指向我 半可怜谁不会 我快速地挤出了几滴眼泪 哽咽着说 可是陪着他白手起家创业的是我 本来要和他结婚的也是我 你一回来就把他抢走了 你是我妹妹 我可以让着你 可是我和他连正儿八经的工作交流 都不能了吗 如果我真的和他有什么 我们就不会选在众目睽睽之下的 咖啡厅谈工作了 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还有好多拿手机拍的 世风不古 现在小三都这么猖狂了吗 这个男的真是个人渣 各种各样的飞一声 让欧天面目通红 欧天满脸厌恶地看着夏希 最后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出了咖啡厅 夏希急忙追了上去 我听着似乎是在和欧天解释 说是我把他叫来陷害他的 不过谁会信呢 晚上我在新买的大瓶层里 好整以暇地泡着茶 这时候门铃响了 打开门 不出所料是怒气冲冲的我妈 我妈直接抬手甩了我一个耳光 耳光落在我脸上的那一刻 我眼泪也随之滑落 我妈看到我哭了 本来怒气冲冲的脸 反而变得有些局促不安 毕竟 我妈为了我妹妹 打我的次数多得去了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 在她面前落泪 妈 哑着嗓子 一定是夏希又跟您告状了吧 我妈扭泥着说 希希已经快要和欧天结婚了 你该适当和欧天保持距离的 妈 我抽了抽鼻子 脸上的泪掉得更凶了 我约欧天出去 是为了给欧天客户的资料 是为了让希希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虽然 她抢了欧天 可说到底 她也是我妹妹呀 听到我的解释 我妈有些动容 局促不安地上前来 想看看我的脸 我却退后一步 妈 您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在您面前哭吗 是因为爸爸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 您也不容易 我不哭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委屈 而是因为我心疼您 不想让您更烦心 楠楠 楠楠我妈抖着嘴唇念着我的名字 我看着我妈懊悔至极的脸色 没再多说什么 起身回了卧室 反锁住了房门 任凭我妈在外边如何叫门也不开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妈站在门口叹了口气说 楠楠 你不想见妈 妈就先走了 妈给你做了晚饭 你记得吃 十分钟后 直到我听到我妈出门的声音 我才出来 看着餐桌上袖色可餐的四菜一汤 我面无表情地端了起来 筒筒倒进了垃圾桶里 迟来的感情比草都清贱 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爱情 亲情也是 真正的矛盾爆发点是欧天和夏希婚礼推迟以后 那天 夏希跌跌撞撞地跑进我家 枯燥的头发 暗黄的肌肤 我差点没认出来这是曾经那个明艳动人的夏希 夏希阴狠地看着我 一双眼睛里满满的全是怨毒 夏南你做了什么 你对欧天做了什么 我看着夏希癫狂的样子笑得很开心 我什么都没做呀 我只是在欧天说要结婚的时候 适当地掉了几滴眼泪 没想到 他就真的把和你的婚礼延迟了 夏希一双眼睛几乎要瞪出来了 紧咬着牙扑上来就想打我 被我轻轻松松地绕了过去 反身一脚踹在了夏希肚子上 夏希捂着肚子趴在地上打滚 我冷喝一声 拜你所赐 高中被欺负了以后 我就坚持健身 学各种防身术 对付你还不在话下 夏希 摧毁你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真的挺没意思的 夏希捂着肚子 趴在地上阴侧侧地笑着 你以为你赢了吗 欧天只是说推迟婚礼 但是并没有说不娶我 妈妈虽然对你有愧疚 但是最爱的人依然是我 说到底 还是我最重要 夏希跌跌撞撞地走后 我趴在桌子上想 夏希说得很正确啊 欧天虽然暂时性地推迟了婚礼 不过好歹喜欢了她那么多年 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放弃她 而我妈妈 虽然对我一时地愧疚上了头 不过最爱的还是夏希 说白了 我不过就是抓住了欧天和我妈的心理 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想让夏希余生都过得水深火热 还得加一把猛料啊 我思考的时候 手机响了 我猝了猝眉头接了电话 两酒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开口 所以说 只能拖延是吗 对面的女生温温柔柔地开口 目前来说是这样 我又愣了好大一会 对面的女生很有耐心 没有催促我 过了好一会我才说 帮我个忙 事成之后 用金一百万 得到对面肯定的答复后 我挂了电话 坐在沙发上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都流了出来 再听到夏希的消息 是两个月后 是欧天来找我的 欧天胡子拉叉的 憔悴了很多 我恍惚间想起 和欧天已经半个月没见过了 欧天面上的表情很痛苦 希希自杀了 肾功能损坏很严重 需要换肾 不然可能就活不了了 我很好奇地问 什么样的自杀能把肾损坏 欧天痛苦地留下了两条青泪 吞了很多四环素 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吞了好多天了 是专门破坏肾的 哦 我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我记得以前 我和夏希做过配型 好像我的肾和他是匹配的 我上下 审视了欧天一会儿 玩耳一笑 所以你来 是想让我捐一个肾给夏希 欧天抓住我的手 南南 现在只有你能就息息了 我求求你 就他倒是没什么 我脸上笑容不减 不过欧天 你那把生意做得这么大 我不信你真是个傻子 明明能死的方式那么多 为什么非得要吃四环素破坏肾脏 如果说不是故意要我肾的 你信吗 一瞬间 欧天的脸色苍白 我脸上的笑容更大 果然 你心里什么都是清楚的呀 夏希用了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式来 逼你和我了断 真是个疯子 而你 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夏希 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 欧天痛苦地摇着头 南南 这段时间 我发现我爱的人是你 我真的很爱你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希希死 你舅舅希希 我娶你 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我扬起手 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欧天脸上 用我的肾 成全你和夏希的深情 你们真恶心 我指着门 滚 我赶走了欧天半个小时后 我妈就过来了 连见我都没有见 就跪在了我们小区楼底下 别人问她 她就说找我 直到物业没办法了 给我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我才下去 我妈一见到我 就砰砰砰地磕了几个响头 我后退了几步 您这是干什么 我妈红着眼睛仰视着我 显得特别卑微 你舅舅希希吧 你不舅舅她会死的 她是你亲妹妹呀 就算你喜欢的人喜欢她 你也不能看着你 亲妹妹去死啊 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妈磕得越来越起劲 我苍凉地笑着 蹲在我妈面前 从一开始到现在 您从来都没联系过我 您可以打我骂我 用逼我的方式 让我给她捐身 可为什么 偏偏您要用这种 妈 流言飞语杀人刀啊 您今天在这一跪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您知道吗 我妈的眼神有些闪烁 妈 我笑得更苍凉了 看来您是知道的呀 让我猜猜谁 教你这么做的 希希吧 希希接受治疗的条件 是让您毁了我 是不是呢 不然就算我送上门去她 也不会要我的肾 而您 同意了 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妈情绪激动地打断了我 不是的 我是怕你不同意 不是希希的主意 我脸上的笑更加苦涩 不是装的 是真的苦涩 这个时候了 我妈还惦记着夏希 我把我妈带到了我家里 我妈显得有些扭泥不安 催促着我快点 说夏希快来不及了 我苦笑了一下 怎么会来不及呢 来得及 随后我又有点哽咽 妈 为什么 您可以无底线 为了包容希希而伤害我呢 就因为我知道心疼您 我太懂事吗 我妈后退了两步 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过 南南 妈也是爱你的 可是 希希快死了 你那天给我做了饭 我特别开心 我觉得您是爱我的 或许 您真的是爱我的 只是这爱和希希比起来 不值一提 对吗 我妈眼中带着泪花 嘴唇在颤抖 脸上的表情有些善善的 甚至几次张开嘴 但是都没有发出声音来 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接着说 妈 我高中被人侮辱了 您第一次打了夏希 我当时以为您是心疼我 现在想来您当时就知道那些人是夏希引诱的 是吗 我话音刚落 我妈面色惨败 震惊地看向我 看来 真的是早就知道的 我妈拉着我的手 急切地想说什么 却只是眼寒热泪 南南 希希当时还小 她还太小 我甩开我妈的手 因为她还太小 所以做了毁了我一生的一件事 您只是不痛不痒地打了她一顿 是吗 我闭上眼睛 把即将汹涌而出的眼泪又生生地憋了回去 您生我养我 我欠您的 现在我就把这条命还给您 但是 我们两清了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让你做我妈妈了 太痛苦了 我宁愿没有出生 也不想让你做我妈妈了 我妈终于忍不住了 抱着我嚎啕大哭 南南 你在说什么呀 妈妈怎么会要你的命呢 只是一个甚没什么的 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 我推开了我妈 我妈爹坐在地上 愣神了好久 我去医院见到了守在病床边 一脸颓废的欧天 还有躺在床上满目憔悴的夏希 欧天看到我 眼睛亮了一下 沙哑着嗓子喊我南南 我注意到夏希的手紧紧攥着被子 喝 这就受不了了吗 我示意欧天先出去 欧天走后 我给夏希倒了一杯水 夏希很享受 我伺候她的感觉 不假思索地喝了下去 夏希高傲地仰着头 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 看到了吧 她们就算知道我是故意的 还是要用你的肾来救我 在她们心里 最重要的人 还是我 夏希的话 让我无从反驳 她说的都是事实 只是 我盯着夏希看了很久 只是 你不患肾 真的会死吗 夏希的眼神有些闪躲 你什么意思 我冷笑了一下 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吗 我不信 你会真的吞那么多药 肾脏损坏肯定是有的 但是绝对没有到 非得换肾不可的地步 夏希 你虽然疯狂 但是你的疯狂 都是对别人的 危害你自己性命的事 我不相信你会干 让我猜猜你 为什么选在私人医院 是因为你买通了 这里的医生护士 让他们把你的病情 放大了吧 我看着夏希 一脸慌乱的样子 我知道我猜对了 夏希 你这么折腾一通的意义 是什么 是你觉得我不可耐会 给你换肾 想让欧天和妈妈厌恶我 或者 借着这个幌子 让欧天和你结婚 可是 我偏偏不如你所愿 我今天来 就是来给你做换肾手术的 我要你 余生都受排异反应的痛苦 夏希瞪大眼睛看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 在夏希的脸上 看到惊恐 夏希想叫人 但是却感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 在她彻底昏睡过去之后 我把刚才的那杯水 倒进了马桶里冲了下去 出去之后 我对着病房外一脸 焦急的欧天和我妈说 做手术吧 夏希已经晕过去了 进手术室之前 欧天抓住我的手说 我出来就娶我的时候 我摇了摇头 我说 欧天 我之所以给夏希换肾 是因为你 你真的增是我生命中 唯一的光 随后 我又看向我妈 妈 如果有下辈子 真的别再让我 做您的女儿了 番外 夏希 我出来了 我妈看我的眼神很卑切 甚至还隐隐有些怨恨 我抓着我妈的手 妈 我不用换肾的 我不是真想让夏南换肾 她害我 她想让我一辈子 都受排抑的苦 我妈一耳光 狠狠地打在我脸上 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恨 我懵了 我妈泪水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南南死了 你满意了 一瞬间 我天旋地转 夏南死了 怎么可能 我妈闭着眼睛 南南 早就得了癌症 手术台上 没有挺过去 死了 我妈扑过来 癫狂地晃着我的双肩 丝毫不顾及 我刚做完手术 既然你不用换肾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南南 恍惚间 我看到了门口站着的欧天 我不顾身体 跌跌撞撞地跑下床 扑向欧天 但是欧天的眼神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冰冷 以及厌恶 欧天缓缓开口 每一个字都阵笼发聩 他盯着我和我妈 你们两个凶手 你们两个逼死难难的凶手 我很想和欧天解释 但是欧天却转身离开了病房 这一刻 我知道我彻底输了 夏南用生命赢了我 我坐在地上哈哈大笑 我妈扑上来 疯狂地锤打着我 我抬头望向窗外 却再也看不到一丝光 翻外护士 有一个叫夏南的小姐 在我们这里做了全身体检 结果出来以后 我告诉他他得了肝癌 是晚期 我本来以为 他会情绪激动地质问我们 是不是诊断错了 毕竟每一个病人 都是这个态度 没想到他只是 平平静静地听着电话 后来 他问我 可以不可以帮他一个忙 用金一百万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我很需要这笔钱 帮我脱离原生家庭 帮我脱离我爸我妈 为了这个目的 我可以殊死一搏 夏南小姐 让我去接近他的妹妹夏希 我按照夏南给我的资料 成功和夏希成了好朋友 进而引诱他 吞了很多四环速 我告诉夏南的时候 夏南很开心 小护士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了 等会就有人来 逼我给我妹妹换肾了 我无法想象出 她是怎么用这么轻松 欢快的语气 说出这么残忍的话的 我提醒她 患了肾 她会死在手术台上的 她说 现在多活的每一天 对我来说都是痛苦 死了多好 死得有价值就更好了 我明白 她想用她的死 报复所有伤害她的人 最后 夏南小姐 真的死在了手术台上 她的妹妹终身缠绵病塌 活着比死了还痛苦 而她妈妈疯了 一对母女相互折磨 还有那个叫欧天的男士 也自杀了 她是被送到我们医院抢救的 临死前 她问我 是不是死了 就能见到想见的人 我给她书页的手一抖 针片了 我缓缓答道 如果她讨厌你 你一定是见不到的 我出门的时候 听到病房里的嚎啕大哭声 夏南小姐 一切都在向你预想的方向发展 你可以安心地走了 全文完 听尽全力 考进竹马的大学 她挽着女朋友 原来我只是妹妹 我竹马一直说 将来要和我读一个大学 但我真的考进去 她却挽着她的女朋友 亲热地喊我小名 我误了 我也只是她的妹妹 当天晚上 我就甩下她和其他帅哥聚会 而她黯然站在路灯下 就像被鱼打湿的流浪狗 刚从便利店下班回家 我就收到了学长死党的信息 时威 速来 我扣了个问号发过去 没多久 学长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按了接听 说话的人 却是她死党林阳 她扯着嗓子说 小侄子 燕哥喝多了 你现在赶紧过来一趟呗 我刚想回答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时燕 你是不是和闫梦在一起了 听到名字我一愣 闫梦是学生会副主席 也是我以为的时燕的女朋友 一瞬间 我摒弃宁神 等待着时燕的回答 可关键时刻 这该死的林阳 居然把电话挂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下骂人的冲动 急匆匆往外走去 我按照林阳发的定位 赶到了KTV 林阳出来接我 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发生什么事了 她今天怎么喝那么醉 还不是因为你 林阳脱口而出 因为我 我震惊又疑惑 因为我这个小学妹醉酒 这不能吧 老铁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林阳心虚地挠了挠头 对啊 燕哥一段时间没见你了 好不容易今天看到你 有点激动 所以喝多了 林阳说的是我和石燕 今天在饭堂遇见的事 她这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 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可看她一本正经的样子 也不像撒谎 我半信半疑地跟着她进了包厢 一进门 我就看到石燕 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包厢里很热闹 几个青年男女正坐在一起玩游戏 我扫了一圈 这群人 应该是石燕的私交圈 我走到石燕身边 推了推她 能自己起来吗 我送你回家 石燕没说话 静止站起来 她走了几步 脚不虚伏 差点摔倒在地 幸好林阳眼疾手快地扶住她 对 这是在装呢 我揉了揉发疼的脑壳 走到她身边 扯过她的胳膊 绕过我的脖子 搭在我的右肩 然后一手扶住她的腰 另一只手扯住她的胳膊 艰难往外走去 嘴上还不忘损她 你说你装什么 没那个酒量 还喝那么醉 现在还连累我 大半夜下了班 还要送你回家 我扶着石燕进电梯 石燕的头靠在我肩膀上 温热的呼吸 尽数喷勃在我的耳边 痒痒的 我偏了偏头 石燕这次也跟着凑上来 一来一去之间 我也被磨得没脾气 冷不丁的 石燕突然来了一句 徐之 你耳朵怎么那么红 我心一惊 嘴硬道 关你屁事 哦 石燕故意脱长了强调 我咬了咬牙 这语气 怎么就那么欠揍呢 好不容易上了出租车 我终于可以把这凡人的脑袋推开 车上的石燕倒是很乖 我们一路相安无事地回到了公寓里 石燕上大学后 她爸妈就在校外给她买了一套公寓 开学时 她硬塞了一把公寓的钥匙给我 我把石燕送回她的卧室 还十分贴心地给她盖上被子 忙完这一切 我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目光落在床上熟睡的石燕身上 睡着的石燕安静地像个孩子 呼吸绵长细密 睫毛又细又长 像把黑色的雨扇 皮肤白皙光滑 我忍不住戳了戳她的脸 你说你都有女朋友了 还要麻烦我去接你 你这样子很容易让人误会得好不好 我也不差呀 你怎么就不喜欢我呢 喜欢你床上睡着的人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一愣 巨大的欣喜涌上心头 但看到石燕依旧紧闭着双眼 我扯了扯嘴角 失落地低下头 原来是在说梦话呀 我揉揉脸颊 走进卫生间 卫生间里 我弯腰站在洗手台前 用冷水洗了把脸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深吐出一口气 喃喃自语 别想了 徐之 想再多 她也不是你的 男人千千万 不行咱就换 是吧 调整好心态 我回到房间 却看见原本熟睡的石燕 正静静坐在床边 听到我的动静 她缓缓转头 眼底一片清明 我俩视线正好对上 空气一时有些安静 我轻咳一声 那啥 学长 既然你醒了 我先回去了 石燕严余地看着我 在我家还这么客气 以前不一口一个宴哨的叫吗 宴哨 我一时有些恍惚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五年前 因为工作的缘故 我们全家搬到了闭市 和石燕一家人成为邻居 巧的是 我和石燕上的事同一所高中 更巧的是 我俩还是同一个班级 石燕熟读情商 跟所有人都处得很来 再加上人聪明靠谱 班里的人几乎都喊他宴哨 我觉得这十分中二 所以我最开始喊宴哨 都是为了业余他 石燕头脑聪明 成绩优秀 我整个高中 几乎都被他的学霸光环照耀着 每次考试出成绩 我爸妈对石燕 都是一通夸赞 你看隔壁家的石燕 几乎成为了我爸妈的口头禅 后来高考石燕这小子 更是以全省第一的成绩 考进了全国顶尖的大 成绩好 长得帅 石燕手里握着的 根本就是小说男主剧本 而相比起耀眼的石燕 我就显得那么平凡 长相重归重举 成绩不上不下 最后高考我 发挥得更是一塌糊涂 只能勉勉强强上个本 出成绩那天 隔壁石燕家有多热闹开心 我家就有多安静沉重 那天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很久 直到石燕打电话约我出去 也许是为了维护最后一点自尊心 我拒绝了她 但是石燕很坚持 一直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最终我们还是见面了 那天晚上 她把我带到了广场 出成绩那天 正好是情人节 广场上到处都是 成双成对甜甜蜜蜜的情侣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 都觉得十分尴尬 连带着心理的悲伤 都被冲淡了些 反观石燕一脸淡定 我忍不住扯了扯她的衣袖 你带我来这干嘛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石燕神秘一笑 十分钟后 绚热的烟花绽放在广场上空 周围的情侣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这一刻 我看向石燕 石燕突然伸手捂住我的耳朵 发亮的眼睛盯着我 烟花明明暗暗地光映在她的脸上 她十分认真道 徐之 不要听外面的吵吵闹闹 你只管捂住耳朵 向前跑 那场烟花很短暂 但是石燕这句话 我记了很久 后来想想 这场烟火 或许就是我暗恋她的开始 只是没想到 这也是结束 那晚回去后 我深思熟虑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我鼓起勇气 向父母提出了复读的想法 意外的 他们很支持我 就这样 我开始了复读生涯 而石燕也迈入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复读 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只是当我重新回到同样的班级 面对同样的老师 但身边却是陌生的同学时 我的心里总是特别感慨 可是感慨归感慨 既然我的目标是追赶上石燕的步伐 是那所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得大 那我就必须拼尽全力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 并不是一帆风顺 面对怎么也记不住的古文和单词 复杂难解的导数大题 晦涩难懂的电路和有机 我曾在无数个夜晚痛哭流涕 抱怨自己的脑子不好使 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石燕的距离 他是天才 我是笨鸟 我想离他更近 就必须先人一步 一百步 一千步 于是高四的整段日子 我都是伴着十二点的钟声入睡 和着五点的机体早起 现在回想 那段日子真的很艰难 幸好有时艳陪我 每天晚上 我们都会打视频电话 他会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不懂的地方 他还精心给我整理了一份复习资料 甚至会在每个周末 陪我进行一次模拟考试 确保我完全掌握了这周学习的知识 他还会在每次出成绩之后 认真给我分析卷子 会在我成绩不理想的时候 安慰我 就连暑假 他也会帮我补课一整天 每次我问他 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他都会回答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辅导你 实验为我操心的程度 让我一度以为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 我每天都幻想着 和实验以后的大学生活 周末可以去看电影 小长假可以去旅游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见面的机会 承蒙实验的指导 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为大 但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 实验没有回来 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十分失落 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原因 他的回答却十分含糊 直到开学报道那天 我终于知道了原因 校园的临音道两旁 站满了迎接新生的师兄师姐 看到拖着行李的新生 他们都会热情地走上来 提供帮助 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因为实验说过 他也是迎新的师兄之一 我瞒着他提前一天来到了那大 为的就是给他一个惊喜 实验长得高 一百八十五的个子 在一群平均一百七十五的师兄里 显得格外出众 我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树下的他 大概是许久未见 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正好看到实验 有向这边看来的趋势 我立马笑着举高了手 十 燕子还没说出口 我就看到一个很美的女孩 走到实验身边 轻易地挽住她的胳膊 实验甚至没拒绝 还偏过头跟她说话 脸上带着笑意 俊男美女 宛如一对碧人 这一幕宛如一盆冷水 从我的头顶浇下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不知该做何反应 原来这就是实验 暑假不回来的原因 她要陪她女朋友 恰好这时实验看见了我 我想转头离开 可双腿却像惯了千似的 实验快步走到我面前 雨带惊喜 小只子 不是说明天才来 是啊 如果不是我范唇 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也不知道 自己要沉浸在 这个甜蜜的梦里多久 那个女孩子也跟了过来 温温柔柔地说 原来你就是小只子啊 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怕开学事情 太多弄不完 所以提前过来了 没事啊 我会帮你的 实验笑意温和 你以什么身份帮我呢 控制住自己微红的眼圈 我故作轻松地说 不用了 学长 这太麻烦你了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实验无奈地笑 小只子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么客气的 我没说话 指尖扣着手掌 实验想要帮我拿过手中的行李 我下意识地躲开 她一愣 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我抿了敏唇 避开她的视线 小声说 我自己来 实验也不勉强 带着我走到宿舍楼下 小只子 我还要迎心 你先自己收拾一下东西 晚上我来找你吃饭 不用了 我摇了摇头 真是奇怪 明明之前 我一直都很想见到实验的 可是现在 我只想离她远远的 实验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她握住我的肩膀 问 小只子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惹你不开心了 我有什么立场不开心 她有女朋友 我甚至该为她开心才对 心里的烦闷委屈 顿时涌了上来 眼眶胀地发疼 可我不想在实验面前丢脸 所以随意扯了个借口 我没事 只是坐太久 汽车了 有点不舒服 你赶紧去忙你的吧 礼貌地跟实验告别后 我提行李上了楼 只是刚转身 憋了许久的泪水 终于忍不住从眼眶里流出来 我想 我和实验的关系 大概就到这了 后来我从设友的口中知道了 那个女孩叫闫梦 是给大学生会的副主席 而实验是学生会主席 我想 这大概就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可是要算起来 明明是我跟实验认识在先的呀 怎么一眨眼 她就变成别人的男朋友了呢 我十分郁闷 突然发现 大学生活好像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 实验是学生会主席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我们除了偶尔会在早八上课的路上碰面 其余时间都没见过 更多的时间 她都是和闫梦待在一块 意识到这一点 我无比心塞 虽然说好要放下 但毕竟是单相思那么久的人 谈何容易 所以我做了个决定 以后尽量不要和实验见面 可实验这次 却像跟我作对似的 三番五次约我出去 终于 在实验第八次向我发出邀请时 我忍不住回了一条信息 你别烦我了 以后 我俩没事少见面 我虽然很喜欢实验 可我也有底线 我才不要成为 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 而且严梦对我那么好 如果我在背后撬她墙脚 那我就太不是东西了 这时 实验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很久才按下接听 徐之 下来 实验的语气很冷淡 却带着不容智慧的气势 拒绝的话刚想说出口 实验却似乎早有预料 突然放软了语气 求你了 徐之 听起来就像一条可怜的小狗 妈爷 这也太犯规了吧 我捂住脸哀嚎 最终我还是下了楼 学长 你找我什么事 我尽量控制住表情 摆出一副很冷漠的样子 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实验开门见山 我搬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学长 我们非亲非故 老是走那么近 很容易让人误解 而且 这船出去了 对你的声誉也有影响 要是让人知道 学生会主席 脚踏两条船 这可不得了 非亲非故 实验提高了声音 黑着脸看我 徐之 你觉得我只是你的学长 不然呢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这个问题 真是莫名其妙 实验简直要被气笑 咬牙切齿道 徐之 你可真是条胃不熟的白眼狼 说完这句话 实验转身离开 我吸了吸鼻子 心里空落落的 我想 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天过后 我便报名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 甚至还专门在校门口 找了一份便利店的兼职 一是为了充实自己 二是我觉得 只要忙起来 就不会想实验 我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中 熬夜找素材 剪视频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终于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我们团队剪辑的视频 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 奖品是现金一千块 当天晚上 我们团队便拿着这一千块 到学校附近的KTV里庆祝 唱了十来首歌后 队长宋言之便提议 玩真心话大冒险 他将一个酒瓶停放在桌上 说 等会儿我来转动这个瓶子 瓶口对准谁 谁就要接受真心话 或者大冒险的惩罚 我对这类游戏性质不高 但还是在宋言之的劝说下参加了 第一个接受惩罚的人是宋言之 当瓶口指向他时 众人的表情瞬间变得十分精彩 一个女生迫不及待地问 队长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宋言之无奈一笑 真是倒霉呀 那就真心话吧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众人开始起哄 我也竖起了耳朵 毕竟八卦是女人的天性嘛 宋言之红着脸点点头 众人的欢呼仿佛要掀开屋顶 是谁 他在现场吗 有人追问 宋言之反应很快 只能问一个问题呀 可别想套路我 众人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 第二个接受惩罚的是我 看着面向我的屏口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宋言之的心情 许知 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宋言之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我选大冒险 按照我的经验 这群人问的肯定不是什么正经问题 还是选大冒险比较保险 那你就对我们宋队长 来一段土味情话吧 一个女生说 还有 你俩要面对面 许知你要全程看着我们宋队长哦 另一个女生补充 啊这 我内心哀嚎 这是什么射死现场 宋言之被推到我面前 他看起来很紧张 罗上冒出点点细汗 我也觉得十分尴尬 脚趾都能当场抠出一座魔法城堡 但是 面对大家期待的眼神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你知道 为什么感冒了吗 因为着凉了 不 因为我对你完全没有抵抗力 几乎是我话音落下的一秒 众人的欢呼 再次席卷而来 我辅了辅额 借以掩饰我那无处安放的尴尬 无意中 我和宋言之再次对上那个视线 他羞涩地别开 露出红红的耳尖 我不禁有些好笑 怎么有人听到土味情话 也会害羞啊 聚会在晚上十点结束 大家成群结队地回到学校 宋言之说什么都要送我到宿舍楼下 理由还挺别致 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因为我们宿舍门口的路灯 昨天坏了 还没修好 可这是学校 又不是外面那些地方 有什么不安全的 看着他一本正经说出这话 我忍不住笑弯了眼 到了宿舍楼下 我刚想跟宋言之告别 就听见他问 徐之 你知道吗 自从认识你 我牙就经常疼 啊 我有些迷茫 为什么会疼 因为和你在一起太甜了 宋言之一脸认真 我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队长 你的报复心真重 就因为我刚刚说了个土味情话恶心你 所以你也要说一个土味情话 报复我是吧 我嘖嘖两声 宋言之一脸黑线 你觉得我在逗你 那不然呢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队长 没想到你说土味情话还挺有天分的嘛 宋言之捏紧了拳头 一张脸张的通红 动了动嘴唇 想说什么 但还是作罢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真是莫名其妙 我喃喃自语 然后转身准备上楼 结果一转头就看到一个人站在我背后 我心一惊 借着微弱的灯光 才看清来人是实验 他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 也不知道听了多少 我松了口气 刚想埋怨他几句 才想起我们如今已经算是陌生人 我抿了敏唇 刚准备离开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句对不起 我顿住脚步 回头 指了指自己 你在跟我说对不起 为什么 刚开学那段时间 我很忙 冷落了你 对不起 你别生气了 好吗 实验一脸诚恳 我却呆住 什么鬼 这都哪里跟哪里 难道实验以为我之前对他冷脸 是因为这件事 真是糟糕 大概是酒精发挥了作用 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从何解释 小只子 我们和好吧 我们还像从前一样 行吗 实验热切地看着我 面对这样的实验 拒绝的话 我根本说不出口 而且 我必须承认 这段时间 我其实根本就没忘记过他 要不就这样吧 我自暴自弃地想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实验 实验的脸上瞬间露出笑容 突然 他想想起什么似的 说道 小只子 以后可不能跟陌生男人 单独回宿舍了 陌生男人 宋言之 我有些无语 那是我队长 你别瞎说 他对你目的不单纯 实验理直气壮 你没事吧 实验 宋言之有喜欢的人了 实验这下没再说话 隔天下午 我接到了闫梦的电话 小只子 实验要离开学生会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一愣 为什么 我知道当初实验 为了竞争学生会主席 付出了很多努力 现在却要放弃 他疯了吧 我也不知道 小只子 他做得真的很好 严梦絮絮叨叨地 跟我说了很多实验 上任后的事 所以 小只子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我心里付菲 你身为他女朋友 都劝不动他 我这个外人说的 他能听吗 我斟酌了一下言辞 严梦姐 其实我跟实验 只是普通的邻居关系 我说的他不会听的 他一定会听你的 严梦十分笃定 我置之一笑 以为我不相信 严梦的语气 逐渐变得交集 真的 小只子 实验那么喜欢你 你说的他绝对会听的 我瞪大眼睛 实验喜欢我 怎么可能 严梦姐 你是实验的女朋友 我 严梦吃惊地打断了我的话 小只子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变成实验的女朋友了 这下震惊的人轮到我 实验不是在和严梦恋爱 似乎是察觉到我误会了什么 严梦解释道 小只子 我跟实验只是同学关系而已 真的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的是你 不信你可以去翻翻他手机 而且 他是因为你才选择离开学生会 通话结束后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深思熟虑一番后 我决定去找实验 顺便看看 他手机里的秘密 天天这时便利店的老板娘发信息 让我去替夜班 我只能暂时搁置了这件事 现在处在实验的公寓 我终于想起了这档子时 我从回忆里跳出来 向床边的实验伸出手 把你的手机给我 实验虽然奇怪 但没有犹豫 当着我面输入密码解锁 居然是我的生日 我有些傻眼 闫梦的话游在耳畔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 结果他手机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点开他的备忘录 但是上了密码锁 我试探着输入我的密码 结果打开了 实验的手机只有三条备忘录 我点开第一条 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心里有长海啸 可我静静地站着 没有任何人知道 时间是五年前 我们成为邻居的那一天 接着我点开第二条 我将玫瑰藏于身后 时刻期待与你赴约 时间是一年前 高考成绩出的那天 今天的风好温柔 我的意思是 见到你我很开心 时间是两个月前 我来到大的那一天 我隐隐觉察到什么 但又不敢相信 我点开实验上了锁的相册 依旧是用我的生日作为密码 实验的相册里 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我和他两个人 背景是高中的学校 我什么时候单独和实验拍过照 我绞尽脑汁地回想 终于记起 这是我们高三时 全班一起拍的毕业照 所以这是实验经过裁剪 再聘在一起的 我哭笑不得 我又点开实验的微信 置顶的微信名称为WM 点开居然是我的聊天界面 理WM的意思是 你是我的可遇不可求 这一刻 我终于相信了颜梦姐的话 实验喜欢我 准确来说 是暗恋 我的眼眶酸酸的 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这对我来说 无异于中了彩票 我想 在实验的身上 我已经花光了 我所有的运气 我抬起头 努力将眼眶里的泪水逼回去 小只子 你不会哭了吧 实验有些慌张地站起来 怎么看个手机也能哭呢 哦 实验 你就是个大傻子 我用一只手挡住迎泪的眼睛 另一只手胡乱地把手机塞回她手上 冥冥喜欢 我又不说 害得我也陪着兵荒马乱地暗恋了那么多年 是是是 我是大傻子 行了吧 实验语气无奈 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我放下手 吸了吸鼻子 摇摇头 心里却悄悄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让实验亲口向我表白 寒假的时候 我和实验一起回了避世 为了感谢实验对我的辅导 我妈说什么也要请实验一家 来我家里吃饭 实验哪 真是谢谢你对我们家徐芝的帮助 要没有你 她肯定上不了大的 我妈一边热情地给实验加菜 一边损我 妈 我不满意地叫了声 阿姨 您客气了 实验笑得彬彬有礼 其实徐芝也很聪明的 我朝实验丢过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好小子 会说话 实验 准备什么时候 把你女朋友带回家 给你爸妈见见呢 我爸乐呵呵地问 实妈妈叹了口气 徐芝 你可别开玩笑了 我这孩子 到现在还没个着落呢 说着 实妈妈称怪地看了一眼实验 是吗 我妈眼睛一亮 兴奋地问 那有没有合演员的 带回来让我们大家见见吗 妈 我在桌子底下 扯了扯她的衣袖 这问题问得多冒昧啊 有 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很久了 但是她可能对我没什么感觉 我在等她 实验说着看向我 我脸一红 脸盲低下头 那徐芝呢 实妈妈含笑看向我 小芝子有没有喜欢的人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我身上 尤其是实验的目光 特别强烈 我磕磕绊绊地回答 有有啊 文言 使妈妈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但是实验的脸色 却完全垮了下来 我有点不明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 实验再没找过过我 就连我微信发她消息 她也是过了很久才会回复 我气得想摔手机 瞧瞧 这是暗恋人的态度吗 像当初我暗恋她的时候 她的消息 我每一次都是秒回 心情郁闷的 我决定下楼散散步 说不定还能遇到实验 但最终实验我是没遇到 反而遇到了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宋学长 看着站在我家小区门口的宋言之 我有些惊讶 宋言之看见我 脸上瞬间充满了笑意 迈着一双大长腿向我走来 新年快乐呀 徐之 新年快乐 学长 你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你也是避世人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徐之 宋言之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我不解地看着他 徐之 其实 徐之 宋言之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另一道男生打断 我寻生望去 看见实验面无表情地站在不远处 他大不留心走上前 连个眼封都没给宋言之 徐之 阿姨喊你回家 我虽然觉得疑惑 但还是抱歉地看向宋言之 不好意思啊 学长 有事我们微信聊吧 宋言之的眼里不无失落 但还是强撑着笑意 好 你先回去吧 改天我再来找你 再见 目送宋言之的背影远去 我转过身准备上楼 实验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他就是你喜欢的人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喜欢的明明是你 徐之 我陪了你五年 可是你才认识他几个月 为什么你喜欢他 都不愿意喜欢我 实验的表情很受伤 我看着心里很不适滋味 不是的 实验 我 好 我成全你 徐之 我投降 实验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目光里有什么在渐渐破碎 他转身离开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 我心一紧 眼眶酸涩地难受 感觉有什么正在失去 我大声喊实验的名字 然后拼尽全力追上去 我喜欢的是你 实验 这一刻 我不想再去计较 谁先表白的问题 我只想一股脑地 把自己的心意 全部告诉他 实验的身影顿住 他转过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实验 我喜欢你 是喜欢很久很久的那种喜欢 是夏天过去了 还有秋天 是新鲜感过去了 还有热忱的那种喜欢 我捏了捏手心的汗 鼓起勇气看他 所以 实验 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冰天雪地里 我们相对而立 纷纷扬扬的雪花 不断从空中落下 在寂静的冰天雪地里 我听到了我想要的回答 荣幸之至 我破涕微笑 扑进他笑着张开的怀抱里 实验紧紧抱着我 在我耳旁轻声说 小只子 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 我知道 我从他的怀里退出来 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严梦姐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那次问我拿手机 就是想证实这件事 实验没稍微挑 早就知道我喜欢你 怎么一直不说 因为我想让你主动跟我表白 可是我没想到你这么胆小 一个颂颜之师兄 就吓得你退出 我严余地看着他 实验重新把我揽进怀里 被爱确实有恃无恐 可是小只子 那时的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被爱的那一方 你刚来A大就故意夺我 但我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我每天都在反思自己 后来在你的宿舍楼下 你叫我学长 说我们以后少见面 我整整一个星期 都没睡好觉 后来我想找你和好 却看到你和宋颜之 有说有笑地从校外回来 那时我真是气得不得了 今天看见他来找你 我就有预感他要向你表白 我害怕你会答应 所以编了个借口骗你 好啊你 原来你是骗我的 我重重地捶了一下实验 心里却像浸在密冠里一样 原来这厂长达五年的暗恋里 兵荒马乱地不止我一个人 那你现在确定了吗 实验心满意足地笑了 确定了 我的小侄子很喜欢我 那你呢 我也很喜欢你 好了 小侄子 那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开学要和我闹别扭吗 因为我看到 颜梦姐抱着你的胳膊 而你没有拒绝 我以为你们在拍拖 小侄子 你可真是冤枉我了 颜梦那时正被一个学弟纠缠 我那时助人为乐 帮他解围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原来从头到尾 都是我误会了 不过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瞒着你 KTV那天 我根本没有喝醉 那是我跟林阳串通好的 那我在床边说的那些话 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 那句喜欢你也是真的 实验 你可真是诡计多端 至于那些被忘录 后来实验承认 那三条被忘录 的确记录的是 我们的五年 从我们初遇 他对我的一见钟情 到我高考落榜 他的告白计划落空 再到最后 我考上了大 来到有他的城市 一字一句 都是他的内心独白 至于那年暑假 实验之所以没回来 是因为他在打工 为的是带我亲临 我偶像的演唱会现场 我大学毕业后 实验上门提亲 面对这一切 我爸妈没有丝毫惊讶 仿佛这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我妈看着我俩感慨万分 你可终于舍得 带人家实验上 我们家来了 大一回来的那个寒假 我就知道 你俩有戏 我脸一红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一眼就看出 我对实验图谋不轨 没有任何犹豫 我妈拿出了户口本 实验从容接过 一句谢谢妈 喊得行云流水 我妈笑得何不拢嘴 看着手里的红本本 我还是不敢相信 才24岁的 我就已经结婚 对方还是我的暗恋对象 这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实验俯身在我额头留下一吻 笑意温和 石太太 余生请多指教 错位时空里 双向奔赴的概率 真的很小 但幸好的是 我的满腔热忱 没有坠入空谷 我跨过山海奔向实验 实验也在披荆斩棘 向我而来 我们彼此喜欢 这是上天恩赐